桃園呢今天凌晨左右 这一点左右的时候 传出了有男子落水的事件了 检方接到了这个报案 说有一个男的疑似因为酒后想不开 就跳下了这个大牌 那么警消出动大批的人力呢 沿岸进行搜救 还好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呢 就接到家属报平安了 不过呢原来是因为这个男的 跳下了大牌之后呢 水温太冷了 他又后悔了爬上岸游泳 回岸边回家去 凌晨夜色七黑一片 二十几个警消拿着手电筒 跟照明工具沿途呼喊 仔细进行搜救 因为视线实在太差 加上大转高度深达一百多公尺 警消整个人都快要趴在地上 仔细观察夹缝处 就怕男子卡在里面 动弹不得 结果民众包含有民众这个 有民众落水 知道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落水 这个是据家属 据家属说他们是 他是这个心情是没有很好 可能再出来三三七一下 桃圆警方在凌晨接获报案 一名男子疑似因为酒后想不开 竟要下桃圆大墩 获报后警消派出大批人员 沿岸进行搜救 那个民众指申是他有看到 他跳下去这样子 一起设置拦截点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发现 找了半天都不见人影 警方却在凌晨三点多左右 接到家属来电 表示男子跳下大墩后 突然感到后悔 于是立刻有上案 目前已经平安回家 这才让整晚忙着搜救的警销人员 松了一口气 结束这场乌龙事件 中天新闻 简正凤静云 桃圆采访报导